哈喽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亦南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两岸是天下是一家 两岸下午茶 品顾香茶 谈两岸是 两岸下午茶 天下是一家 各位好 我是张庆 欢迎走进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特殊的嘉宾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们湾区一位非常资深的地产经纪人 Andrew B 欢迎 张庆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Andrew 在今天我们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地产界的那些事之前 我特别想跟你分享几个消息 就是几个新闻我看到的 我相信你也可能注意到了 在我们今年2013年的3月份 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大中小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出现了一种潮流 你知道是什么潮流吗 就是说在很多城市的婚姻登记处 它都是门庭若市 那就要个人多你知道吗 尤其是在 据说是在天津 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夫妻背着这个被子 你知道吗 背着床铺啊 什么就在那边去等着了 等着第二天离婚 你知道有的最多的时候 记录达到了一天有三百个人去离婚 但是你别着急 不是因为说他们感情不和了 实际上他们这个离婚呢 是跟我们新建的这个 跟房子有关系 对跟房子有关系 其实我们中国现在内地呢 出现了一条房地产 出现一条政策叫新的国务条 实际上这个政策很早 以前就已经有了几年前 但是今年它是加大了力度 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政府 它就相继出台了很多的细则 所以我们就北京举个例子 这个国务条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单身的这个 单身的人士 北京籍的人士 你不能超过买第二套房子 就只能买一套房子 不能做第二次置业 它是给你限购了 那么在一个家庭呢 你要是买第二套房子的话 第一套房子没问题 那你要买第二套 一套以上的房子 那这个首付要提到很高 据说已经最高达了70% 包括你的这个每个月的月购 那个费用也是比相对的 要高达百分之什么1.1%多少 这个比例是很大的呀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 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还不光是这样你知道吗 还有一条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出售自由住房的话 你还要交20%的个人 所得税 那这个比例就很大了 所以你看本身这个政策 可能是要打压 这种房地产的投机行为 结果反倒是有个这样的 很奇异的这样一种结果 你看不该离婚的人 都要假离婚了 为了多一套房子 为了避难20%的税 那还有很多人呢 他是年轻人为了 想要自己买一套房 多买一套房 那就假结婚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结果真的是很奇怪 对我想这也是 我们看中国实际上 这个商品房子发展历史 还非常短嘛 这可能是一个成长中的 一个一定要经历的 一段这个痛苦的时期 我相信美国 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美国 我们看美国这个 实际上美国和中国 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国家 就是政府对这个房地产市场 关注和支持还是相当大的 那美国实际上从这个 20世纪30年代 基本就开始 这个有关这个住房 这个房地产市场立法方面 就开始 开始逐步的完善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 都意识到说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 不光是对国民经济一个 非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更主要对这个社会安全 稳定也是有非常大的 那你说美国也有相关 这种政策限购 限买这样的 或者说你高的这种税收 对 我相信这个美国来讲 它主要的目的是 保证这个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 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 所以呢 它这个专门的这个房屋 城市建设部门 它可以说 我觉得跟中国不一样 就是说它更全面一些 它不光是政府 有一套的这些 包括这个鼓励大家买房 贷款这些政策 更主要是它跟 有效的跟这个金融市场 跟这个银行结合起来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贷款的利率啊 什么的也跟我们 其实跟国内是一样的 就是它有些金融政策 跟这个是相关挂钩 对 跟金融政策挂钩在一起 而且跟这个 个人的所得税啊 各方面都结合在一起 嗯 还有一种现象啊 不知道跟刚才这个国内的这个 我们谈到的房地产政策 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我想一定是受到这种 对国内房地产投资 这个前景不乐观的影响 现在从2012年开始呢 又掀起了一轮 知道吧 中国人海外置业的高潮啊 据这个报告显示说 2012年所显示的这种 在澳大利亚 还有加拿大 美国 英国 还有日本等国家 都看到这个中国的房主的身影 对 而且在很多的国家里面 这种海外的这个购房者 中国人占20%到40% 这个比例也是相当大的 对 这个确实我们能感觉到 不过这个在世界各地啊 常常我们讲笑话就说 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有中国人 在以前呢 可能大概大家过来都是 读书啊 然后工作啊 然后出来创业 那可以感觉近几年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嘛 那更多人过来就是 比如送小孩子过来 送子女上学 而且是越来越早 从小学就送过来 那还有就是 到这边来投资置业 确实我感到这个 现在这个趋势 可能是越来越明显 对啊 我想你应该是 最有这种体会的 因为是在工作在第一线嘛 对 我听说这个外媒描述的 描述我们现在 这个中国海外职业的人 那都是那个架势很大呀 提着现金你知道吗 拍板的速度极快 而且有时候 一下子就能买好几套房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是这样的一种 确实有这样的发生 就是说有的 比如说就是一些 这个公司的领导啊 过来 那都是一个团队 带着秘书过来的 这个故事 我以后要让你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拥有14年平台的衣扇房 是美国首创 已指导妇女月子调理 温馨阳胎 经济调理 以及妇科手术恢复调理的 专业健康机构 传统药陕医学 现代健康品试的衣扇房 位于Mountain View 拥有中央厨房自动包装系统 每日新鲜烹调 专车配送服务班区 易善访咨询订餐电话 650-938-5888 650-938-5888 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 儿子的毕业典礼 女儿的结婚录影 孙子的庆生会 我的登台表演 DVD影片复制 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专业快速 DVD拷贝机 一个动作万事OK 复制一小时的DVD 只要三分钟 一集可以同时 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 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866-988-2679 风气食品 湾区共有十一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十一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 尽在生机 天灾人祸 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以知识为您提供三审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刚才我们说到了 我们大陆的朋友们过来买房什么的 盛况这是空前提着现金 而且拍板的速度极快 一次能买很多的房 因为安住是 等于说工作在第一线的人 我们资深的地产经纪人 应该是接触到了很多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分享 是不是真的是这种盛况 确实是 因为本身来讲 我们加州是一个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 而且它独特的地理位置 因为靠近硅谷 经济形势也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气候也非常好 我们叫Golden Stay 所以很多华人到这边来 可能首选就在加州 不管是我们San Francisco 还是Los Angeles 所以我遇到 当然有些在这边出来玩过 生活过的可能就比较熟悉一些 那有些第一次来美国 确实就像你讲的带着现金过来 真的是 因为在美国我们确实很忌讳带现金 尤其大笔人带几十万 我就想知道他们这钱是怎么带进来的 不是要报关税吗 对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边只有黑道的朋友才拿着现金 因为确实 确实这个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后最好的就是 你这个钱事先的可以通过银行转账转过来 你可以直接转到这边的ASCO公司 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屋交易的中间公司 你或者转在这边开个户头 这样会安全会更安全一点 因为你被查出来带那么多的现金 可能会被查收或者要罚款 对 而且你随身携带也不安全 你这个被人截掉 对 我就特想知道 跟你就有做交易的这些来大陆来买房的朋友 就有多少人 现在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 真的都用过来 确实很多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大家有 比如说觉得美国的这个房间市场 最近这个跌到谷底 大家过来是一个买进的好时机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 比如子女准备过来上学的 那父母肯定想的比较周到 那这个在这边读书 同时买一个住房 让小孩以后自己住 所以就是可以说很多原因了 你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来跟你购房的这个经历 有没有什么特别 也确实有了 因为本身我觉得对中国来的这个 特别是来美国不多的 这个以前来这边不多的这个朋友们来讲 选择地方是最主要的 因为在我们美国来讲 有很好的地区 也有很烂的地区 可能跟中国还真的不一样 有些地区呢 确实不管是安全性也好 还是各方面社会治安 确实有非常差的地区 所以我有一次就是 有个客人过来 让我带他去看房 他给我找了一个 他说这个房子真的很便宜 我一看地址 我就跟他讲这地方我们最好不要去 其实你有时候去的这个 从我自身有些地方 我都感到害怕 确实有这个 不光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学区房 这种有投资远景的 你刚刚提到的是更可怕的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 实际上美国它是很多的 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有些地区甚至连警察都不敢去 当然那边的房子便宜 对 这个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你就知道了 全美去年的这个 中间价位的平均价位 大概是18万 所以就是全美 对 那我们这个湾区来讲 就是这个加州 这个北加州 我们在三奥西 就是硅谷中心这一带 平均价位是70万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中间的差距有多大 对 而且不光是价位上的差距 更主要像有些地区 真的是十几年没有找过 这个房子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特别想问的 这些所谓的投资 投资者 有些当然像你说的 是因为家庭的缘故 孩子的缘故 可能就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反正一样也是置业 在美国买一套房子 是自己住还好 如果作为那些这种投资者呢 他们想在这边好好的发一笔 我觉得就好像 听起来好像有那么多的限饼 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机会啊什么的 但是到底是限饼呢 还是陷阱呢 这个我就是特别想给你问问 我感觉既没有限 既没有限定 就是说你还是要做好 自己的这个home work 要对这个地区 要提前这个 做些了解 买投资住房 还是我们常讲的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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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便宜 就值得投资 所以你最好呢 就是可以找当地的经济啊 或者说跟在当地生活过的朋友 多了解一下 这个房地产投资来讲 最主要就是说 你要考虑的一个 一个是长期 就是长期升值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中间包括出租啊 还有就是保值的问题 对 还有最主要的 就是中间的成本 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人在中国的话 我希望买到一个住房 我不需要花很多精力 对不对 你一直有人替你打理 或者说呢 出租啊 各方面都比较容易 签一个long lease 你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 因为本身 你看我们如果买到一个房子来讲 在美国你不单 每年要负担这个地产税 这是每年都会要负的 而且你要买 这个税是多少 税来讲 像我们加州是1.25个percent 就是如果你50万的房子的话 你一年大概交6000块的 这个地产税 这是每年不变的 这是每年不变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各种的保险 insurance 包括火险啊 包括其他一些保险 这些是必须得买的 这是一定要买的 因为本身也是 对你自身的安全 这和中国就不一样 我们在国内买房 就不会有这个 说你必须得买这些保险 因为尤其是投资房 就更重要了 因为第一个 万一真的着火了怎么办 或者说你有租客的话 租客真的出现什么 这个意外的话 你还要take这个responsibility 对 所以在美国来讲 你没有办法离开保险 因为这个 这个一旦发生事情的话 那不是这个小的数目 所以这个数目也不小吧 就买保险的这块 保险来讲 如果我们以这个 50万的住房来讲 就是这种独立屋 大概一年的费用 也就是几百块 几百块 所以这个还好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这个房子如果不自己住 就是不给 不是自己朋友住啊 或者自己小孩住 那你要出租的话 你就要考虑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这个出租 那这个中间的成本怎么样 因为毕竟你要找人来帮你这个 这个 打理 租赁啊 租赁啊 租赁啊这些 因为还有一个 大家要注意 就是 美国人 美国的租客 不光都是素质好的 也有拖欠房租 不愿付房租的 这种情况也有 所以呢 这些都是你要考量进去的 对 所以实际上你要再找这种 房屋中介帮你去打理啊 什么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的费用都是看不到的 对 其实那些也是很可观的一笔书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建议大家就是 一定要把这些都算清楚 看看 您这个到底是 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这个 您的中间的这个资金的 这个使用方面 来决定到底买多少价位的房子 在什么地方来买 看刚才这些数据 你提供的特别实用啊 我们回来一段广告课 我们再继续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 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2000多首歌曲 80%的原生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的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 学歌 标歌 都开心 详情请洽 北加州总代理 优畅国际 1866-988-2679 1866-988-2679 忠诚地产服务官驱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Q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居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Quo 以忠诚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 房屋股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 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士 加入我们的游戏园队 你曾经体验过 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 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您想推广您的产品 以及商业业务 深入到湾区的每一个家庭里吗 红星卫视可为您的行业 量身打造不同的电视广告企划 让您的产品深入人心 让您的业务蒸蒸日上 请赶快和红星卫视的广告业务部联络 广告洽询专线 510-585-6187 510-585-6187 好 欢迎回来 我还有一点想问安卓的 就是说如果我这边 要是在美国购物置业的话 购物这个房子的话 有一点如果我将来 不管是持有也好 还是想要出售也好 这中间的各种环节 是不是还要产生更多的费用 对 没有错 像在美国来讲 通常房屋的交易 一种是通过 我们叫ascrow的company 就是中间的这种公司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attorney 通过律师来完成 那就是看美洲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加州 基本通过了一个中间公司 那你在这个房屋交易过程中 你将要有很多费用到里面 包括交易的transfer tax 我不知道中文叫 就是这种transfer 就是你转让的费 对 过户的税 税务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中间的 比如中间公司的费用 因为它要帮你 基本它的作用就是说 它要make sure这个房子 是非常clean的转到你们的一下 不能说这个房子上面还欠很多贷款 这些 那在你房屋出售的过程中 同样也涉及到 一个是中间公司这些交易上的费用 另外就是一个 你不光要交转让的tax 另外一个就是 你还有一个收入的tax income tax 对 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卖价 比你的买价要高出来 要多的话 那这个政府会自动地 就把这个税务扣掉 它扣多少呀 这就是看你的income tax 通常一般来讲 就是15%到30% 这个呢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这个过程 相对来讲 还是非常完善 非常成熟的 这个当地有经验的经济 基本都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 那要是给这种经纪公司的这种费用 又得花多少钱 就我现在就特别想问的 很实用的 就是说 如果比如举个例子 是我是从国内来的一个购房者 我买了一套房子 但是我现在这个房子 我就是想要投资 我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房价高了 比如说比上幅百分之多少 可能在美国是比较相对稳定的 但是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动向 我就想把它卖了 那卖了之后过程当中 我到底都牵扯哪些费用 刚才你提到了很多 比如说income的tax 还有这个包括要给中介交的 还有就是你要交的个人所得的税 那这些钱大概有多少 如果你卖房的话呢 像我们加州传统 基本就是一共收6%的佣金 这个包括这个卖方的经济和买方的经济 当然这个是可以negotiable的 就是看看有些经济公司 可能收的比较低一些 这个房地产经济在美国来讲 还是这个管理上非常严格的 所以各方面的这个 这个都会以这个保护这个consumer为止 基本上费用大概除去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经济上的费用 还有这个中间过户的费用 基本大概有这样 过户的费用大概也多少钱 过户的费用 比如说我们买卖一个这个50万的房子的话 可能大概就在3000块到4000块美金 那也不是 也不是很多了 而且这个美国还有不一样的 就是美国各个各个县各个市的 这个交易成本上都有都有不一样 有些这个县市呢 这个买家需要多付一些 有些县市呢 卖家需要多付一些 他不会就是说 买家把这些费用强加在这个 卖家把这些费用强加在买家身上 没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说 这就是中间的 不管是律师也好 还是中间这个Astro公司 他的作用就是说 我一定要按照你们contract 写的这些条件 去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 去做这个交易管 所以就是说 对这个买卖双方来讲 还是就比较安全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 现在这国务条之后呢 你要是销售自由的住房 你要把转让全额的 20%的税要交到这个政府去 那这就是很大了 像刚才你才说 是一个3000美金 那没有多少钱 对 如果你要说是20% 那这个这么可观 而且经常会 这个卖家没有办法呀 那只能把这个价格提高 然后放在买家身上 我想中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定要下一些猛腰 来改善这个房价过高的问题 所以难怪就有很多的人 跑到海外来职业 这么一天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可行性的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吧 咱们中国人对这个住房的这个概念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你看我在国外看到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年轻人 包括是这些中产 他们不一定就是要买房的 很多人也是去租房 因为可能经常会换城市 所以他租房其实也是非常 很开心的一件事 可是在中国这个买房就很重要 你要结婚了 你必须得有一套房 没房子买不了老婆 对你没房子你娶不了老婆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确实 这个政策一变 对大家的影响真的是太深了 对就是说我感觉也是这样 就是华人毕竟传统上就说 我什么东西一定要拥有才可以 就是说有不像美国人 我今天借款去买车去买房 那对于华人来讲 包括我们在移民到这边 很久的华人 都是觉得说既管有贷款 我要拼命地把这个贷款都付清了 他觉得不能付债 不能付债 身上背着债就不行 对 但这些观念我觉得也好也不好 好处就是说 大家会比较保守一些 不会像这个传统的一些 就是天天花的比正要多 最后总有一天会出现这个危机 人家不是讲一故事吗 所以中国老太太和一个西方老太太 两个人临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西方老太太说 我终于把买房的钱全部都还上了 中方老太太说 你看我终于把买房的钱 全都存够了 这么比起来还是人家好啊 最后还是都住上了 所以我这个就说大家要调整这些心态 这当然是个笑话 对 这个就是说生活嘛 就是包括结婚也好 对 并不光是你有了房就有一切了 对 还有一个消息我特想问你啊 你之前说这个底特律 它这个汽车工业 然后整个摔落以后 房价跌的那是白菜皮鞋的价格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呀 就是美元就能买到 我们看美国的房价基本都跟当地经济挂 直接挂钩的 也就是说当地经济好的时候 很多人在那边有工作 这个社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 当然它房价会越来越长 像这个像我们加州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非常大嘛 Google啊 苹果啊 都在这边 总部都在这边 所以外来人口也多 所以这边的房价就会越来越长 那像有些地区 像Detroit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美国汽车工业遭遇到一个 可以说这个大的崩盘呢 就是说所有的基本上 公司把厂子都关掉了 那很多人也都外迁 所以基本造成这个抵触于 里面这个中产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少 所以它房子的价钱 自然也就会越来越低 但对于投资人来讲 你确实要慎重 你别看便宜 这个 这里面也是有限 这里面还真的有很多 因为他可能人都牵走 那也是一个死产 对 你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台